大家好,我是Vivian 歡迎收看今日快訊 奇聞吹事 近日英國薩翠克斯警方 在網站發出一篇新聞稿 表示一名涉嫌搶劫多間銀行的男子 已遭判刑入獄 據了解,江榮男子在今年3、4月期間 陸續連搶了三間銀行 但在首次搶劫時 居然一分錢都拿不到就離開 根據警方聲明指出 江榮犯案男子為67歲的思拉特里 今年3月18日首次試圖犯案 當日,思拉特里拿著一張紙條 進入全英房屋抵押貸款協會 當時,思拉特里將紙條遞給行員 肆意要行場時 她因為紙條上的字太了草 導致職員看不明白 完全不知道思拉特里究竟要做些甚麼 讓思拉特里完全沒有拿到一分錢 就尷尬離開現場 隨後,該間金融機構職員 仔細研讀後 先看得出紙條上寫著 你無法阻擋我拿到錢 考慮顧客的安危 給我10英鎊和20英鎊的鈔票 職員經過自己竟然差點被搶劫都不自知 隨即通報當地警察 並將該張紙條和監視影像 交由警方進行調查 思拉特里首次行場失敗後 於3月26日再度犯案 此次租搶的行員不幸看得明白 思拉特里的紙條 在害怕被思拉特里攻擊的情況下 成功讓她搶走了3000英鎊 在成功到手一次後 思拉特里不滿足地進入第三間銀行 試圖以相同的手法進行搶劫 卻不料遭到職員識別她的意圖後 直接動手將她推開 被發現後 思拉特里倉皇逃離現場 隨後警方憑住銀行的 閉漏電視片段鎖定身份 再到思拉特里的主署將她拘捕 她最終被判囚4年 對此有網友表示 要老粒都要識字才行 看來寫得一首好事 在任何時候都顯得額外重要 各位觀眾 你們對此事件有甚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討論 更多更詳盡的新聞資訊 請留意今晚6時更新的今日快訊 再會